是19年5月先是摔了 然后19年8月拔了第一颗支持 然后2020年的2月拔了第二颗支持 然后估计2020年的暑假 然后又摔了一次 所以大概是这样子 那现在呢就是这边一个是疼痛 一个是僵硬 对主要是疼痛 还有一个还有响声 最难过就是这整个头就是蒙的 基本上我就很难集中注意力做事情 现在就特别难受是吧 对就整个头就是很紧然后很蒙 还有没有感觉有没有给人家痛 就开始最开始现在是下面就松了 然后感觉就上面那儿 就整个我上面打开就可以不开了 对 很舒服 你现在应该好一朵瓣了 好凶索 应该好百分之多 至少百分之六七十肯定有 对 就感觉脑袋松好多 好痛 是不是 痛了 我打哈欠都可以打了 对以前招呼开始是吧 以前打哈欠他会叫就是咯噔 对 对 对 现在基本上就是没有那种感觉了 反正就很辛苦 对 对 我没什么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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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没声了 就是它不叫了 没有那��들이的伏残 在呱呱跟屁成 好酷 七 八 六 十 五快多了 你太厉害了 这个 舒服 舒服 很久没有这感觉 这感觉 我再跟你说话 我都清醒一些 太好了